請問教會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教會最重要的不是改變這個世界 不是讓這個世界美麗一點 讓我們舒服一點 這些都是教會能夠做的 但這不是那個重點來的 教會的重點能夠做的 基督徒要做的 就是生命裡面結出過子 我們好像前一兩個月我們都講過 結出過子是重要的 如果結出過子是這麼重要 請問我們怎樣才能夠 以這個最重要的結出果子 這些結出果子怎樣能夠出現的呢? 如果你從果子來這麼想 就要那棵樹就一定要健康 棵樹怎樣才能夠健康的呢? 就是那棵樹本身是有好的根 那些根在下面吸取營養 上棵樹就能夠結果子 就是這樣 所以回到來講 是什麼能夠叫我們結果子呢? 豈不是那個根的工作 根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等候的工作 等候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等候耶和華 能夠重申得力 等候耶和華 就是去祈禱 就是去相信上帝的話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健康 健康就能夠結出過子 如果我們這個說法是對的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就要說 我不能夠再輕看 一起祈禱這件事了 如果這件事我們覺得是對的 請問我們應該有什麼改變呢? 我覺得我們做領袖的 要重新的要改變 弟兄姊妹也要重新的要改變 做領袖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給很多心機 我們每一個 大家知不知道 每一個禮拜日的主日崇拜呢?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 很多弟兄姊妹 很多義工 很多監獄裡面 花了很多小時的時間 準備今早一起的崇拜 例如看看今早早 今早早七點鐘 就會有人來準備這個地方 然後樓上有六個人至八個人 在試的影音 下面有三個人 然後有人負責這些杯 針這些杯 聖餐的杯等等 然後是 Worship Team Worship Team 不只是今早才來練 是開聲的 是在一個禮拜之前 已經問究竟今次的廣道是什麼 我們就祈禱 求主賜合而的詩歌 他們自己在晚上練了 然後今天又練 師班也是這樣 師事 早就來準備各樣的事 交通一早已經來了 在外面安排各樣的事 很多很多人做 我想說的意思就是 我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去準備一個崇拜 如果加上廣道 還有很多的 So many hours 但是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去準備我們教會的祈禱會呢? 我們時時覺得 教會祈禱會是額外的加上去 所以教會祈禱會 如果是禮拜三的 真的很多時候是禮拜二 或者甚至是禮拜三 早上就說 今晚是祈禱會 那我們快點 弄些祈禱事項出來 然後我們去祈禱 然後那天早上 我們選一些歌 那我們去唱 如果祈禱是功 The Ministry of Prayer 就是集體的 同心合意的祈禱 是一種另類的屬靈的經歷 能夠帶我們去 得到明白 神賜給我們的權勁 讓有些事能夠發生 有些事不能夠發生 有些事 impossible的 可以做得到 原來有這麼大的能力 我們怎麼能夠 只是用幾個小時 去準備我們的祈禱會 而用很多時間 去準備我們的崇拜呢? 會不會我們祈禱會和崇拜 這個是教會的 大家都參與的事情 會不會我們應該花同樣的時間 去想去準備這件事呢? 這個是我們做領袖的 要重新的思想 弟兄姊妹 你和我都要改變一個思想 因為我們時時以為 祈禱會就是祈禱而已 那我祈禱的家旗旗 和回來旗旗有什麼分別呢? 甚至有人說 祈禱會的時候 通常他們去 譬如說夫婦 一起去 一起去 又是和他旗 他又和你旗 那家旗我們兩個旗 又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不明白 原來現在我們明白 在一起祈禱的時候 就是如何能夠 同心合意的 一起去求一些東西 就是求一些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起去體驗到 神自己那種的同意 讓我們明白 而我們一起集體祈禱之後 我們就知道這些事 必定會發生 我們知道神已經答了我們的祈禱 不是說個人的祈禱裡面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個人的祈禱裡面 那種的經歷是不同的 個人的祈禱 有時候自己軟弱 你就沒有祈禱了 但是你一起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發覺你有能力 大家知不知道 剛剛 Walking with Jesus 我那組也會得獎 你看見我站起來 你就懷疑 是不是因為他是牧師 所以給他獎 我那組 有人問我 你是不是那個 伊塞亞老年團那組 我說不是 我是第一組 LTG組 每人平均行10,220步 他說 我不信你牧師行10,220步 當然我不是行那麼多步 那為什麼我會得獎 我軟弱 但是我那組的人剛強 他們行很多萬步 Average out的時候 我那組就得獎 所以我就起床 我就得獎 我一個人去行的時候 我永遠做不到 但是他們說 你走一下吧 他們很多人都做得到 那他又一圍走 我就又去吃 很快樂 我又去吃 很歡喜 一個人祈禱 灰心 耶穌自己說過 耶穌在六家福音第十八章 他說這些要時事的祈禱 不要灰心 他說 Remember Always pray Do not faint Faint 即是暈 耶穌說兩個選擇 就是生命 要是你的祈禱 要是你就灰心和暈 是這樣的 你想怎樣做呢 我說我都經常去祈禱 但是我都不能突破 主耶穌就說 我給了拳兵教會 你是在教會裡面 我說我是在教會裡面的 你就呼召教會的人 一起來 去這樣的祈禱 你就能夠享受到那種祈禱 你的軟弱 但是他們剛強 他們會幫助你 或者你軟弱 我能夠幫助你 我們集體一起去做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看到 神自己奇妙的能力 從教會裡面出來 接下來這個禮拜三 我們有一次的祈禱會 在以後的祈禱會裡面 我渴望能夠 有少少的 跟各位分享 祈禱裡面究竟是怎樣去啟發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practice 一起這樣去祈禱 沒錯 同心合意的祈禱 是神賜的屬靈權兵 我們 懂得很好的用 主已經給了我們的權兵 同心合意的祈禱 其實是教會優先的職事 如果教會不看見這件事 是優先職事 如果自己做領袖 都不去帶領做這件事 哪會有人去帶領這件事 所以我們各位的Leader DNA Leader 各位的主學老師 各位的教務 各位的執事 我們一起回來這樣做 讓我們做一個好的榜樣 我們大家都不懂得怎樣做 但是神說祂知道怎樣做 祂只是需要我們一起去相信祂 天上地下的權兵已經在祂的樹 祂就給了這個權兵 你和我地上捆綁的 天上捆綁 地上釋放的 地下釋放的 天上也釋放 不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權兵 是因為耶穌已經在我們的心裡 所以我們一起去尋求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知道 神對這件事是怎樣 教會灰心的人很多 有需要的人很多 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再不祈禱 如果我們只是說 你自己回去去祈禱 你自己去做 或者我跟你去祈禱 That's no use 我們繼續會灰心下去 今天我們發現了 原來一個另類的經歷 就是這樣的祈禱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再輕看這件事呢 所以我邀請你來和我一起去祈禱 我不是要求你做更多的事 其多些呢 其多些 不是多少的問題 讓我們集體的 同心合意的 在一個時間裡 我們一起去仰望神 教會裡面有很多的需要 或是未用的東西 他就放在那個小貨倉裡面 小小的貨倉 那為什麼會有拍賣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 放了貨倉之後 就忘記了自己有東西放在貨倉裡 很多寶貴的東西都放在那裡 忘記了 那就不交租 不交租的時候 貨倉就來叫你交租 那你又來不交租又不理了 好了,到不理的時候 貨倉的規矩就說 在某個日子裡 你不理又不回答他 他就把你貨倉的東西拿出來拍賣 那拿出來拍賣 怎麼拍賣的呢 不是把你一件東西出來拍賣 其實是一個個的貨倉來拍賣 譬如有十個貨倉 他就問 有哪個人要第一個 多少錢呢 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來的 你進不去的 給你看一下 你猜裡面有什麼 那你就買那個 很多人發現了 有財寶在裡面 拿去eBay買 發了答 就因為很多寶貴的東西 有些人放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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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放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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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忘記了自己有這麼多好的東西 聽說有幾個明星 他都有收藏的 他自己的助手都忘記了幫他交租 所以他明星裡有很多寶貴的東西 就被人拿去eBay買 所以要找律師來制止 不准買才能拿到飯 所以你想想 當你有寶床 你自己都不知道 竟然失去了這個機會 我又聽過一個故事 講到牧師 一個夢想到天堂裡面 看到天堂裡面 也有這樣的貨倉 很大的貨倉裡面 有很多的禮物 提出的禮物 有了名單 和有了時間 他們看到我的名字 幾時幾日 又看到你的名字 在那裡 幾時幾日 又看到你們的名字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提醒姐妹 這些就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 主啊主啊 為何你放在貨倉裡面 為何你不能討論 給我們 主啊在那些日子裡面 我們幾痛苦 我們幾大的需要 主啊 這些東西已經準備了給你 但是主說 我已經給了你的權力 你去求 你去說 這些東西就會送來給你 但是因為你們是不說 你們不求 你只是難過 或者你只是怨恨 你只是說 你不來找我 我已經給了你的權力 你兩三個人同意 我就 將這些東西給你 It's already ready for you 但是就放在這個貨倉裡面 真愛的弟兄姊妹 究竟有多少東西已經放了 如果真的有這個貨倉的話 有多少東西已經放在這個貨倉裡面 我們是白白地去忍受 我們就不懂得去問他 你說我軟弱 我怎麼會問他 我都說了 不是自己一個人的軟弱 是我們 你軟弱 我們剛強 我們一起的同心 就是為大家 為這件事來求的時候 主要就答應 如果我們同心合意這樣做的時候 中間有兩三個人同心去求什麼 我就天上的父 為他成全 不是因為我們好 而是因為無論在哪裡 我就在 他就在我們的當中 就是因為這樣 讓我們回來 歡歡喜喜的話 我們不要再看輕 這個同心合意 祈禱這些聚會的時間 讓我們說 主啊 求你 教我們一起集合起來 求你就是 將你自己的福來賜給我們 你知不知道 最大的福是什麼呢 教會當然有很多的需要 最大的福 就是能夠得到主自己的救恩 所以有首歌說 最大的福份 就是能夠認識耶穌基督 這個是最大最大的福份 如果我們心裏冷淡的 不覺得自己認識到主有什麼特別 我們就是很好的主啊 我求你 就復興我們的生命 讓我生命能夠重新的體見 那種祈禱的 那種的power 那種的重要 或者我是未認識耶穌基督 各位親愛的朋友 主是愛你 因為你是寶貴 You are so precious 耶穌基督知道 你不能夠愛他 這個時候 是什麼原因的 所以主耶穌願意幫你 讓你能夠愛到他 但是你要告訴他 你說主耶穌 我其實想認識你 不過我認來認去 都認不認識到 誤到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主說 今天 你求我的時候 我今天就將這個答案給你 祈禱 is so powerful 也都 令人覺得 生出一種的敬畏 原來可以這樣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從祈禱教會出來的能力 就是那個意思 讓我們今天 今個禮拜做一個的開始 我們還有幾次的 一起的 是去思想 讓我們回來 同心合意的祈禱 彼此的代求 神跡歧視 impossible的東西 就在我們當中出現 我們會求主 能夠制止一些的事 又求主能夠開展一些的事 這種的經歷 這種的福分 我們可以一起去嘗試 讓我們今天先來到主的面前 同心的仰望他 求主福興我們祈禱的那種的心 讓我們來到他的面前 歡喜快樂的 同心合意的彼此代求 多謝你收看剛才的敬拜時刻 我是成北華人基督教會的林志輝牧師 每個禮拜 我們都為你預備一個很精彩的聖經信息 希望能夠幫到你 假如你對剛才的節目有意見的話 或者是對基督教的信仰很有興趣的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905-884-3399 或者可以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rxcc.ca 來查詢 也可以到你家附近的教會 聚會 我們教會每個禮拜 都有很多的活動和節目 我相信有一些活動和節目都是適合你的 請你留意以下下來的介紹 願神祝福你